第七在宗教改革之前时期 讲到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极其强调神的统一性 或者是我们纠正一下 就是统一性 更严格来说是独一性 独一性 他们没有统一性的概念 为什么 他们相信是独一真神 耶稣根本不是神 所以不可能耶稣和父是统一本质 他们说的耶和华的灵 就是耶和华的灵 所以他们承认一位神 独一神 他们相信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不承认三位一体 他们觉得三位一体是一种亵渎 一种异端 这和他们拒绝耶稣 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否有关系 必然的关系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就有几个困难 第一个 那么耶和华 神和耶稣不是两个神了吗 这种产生这种否定独一神的这种概念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 如果耶稣是神的话 这位纯灵的神 如何取了肉身呢 成为肉身 这个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总之呢 他们就拒绝耶稣 更何况耶稣 在这个地上说话 做事 总跟他们唱反调吧 他们按照犹太人拉比 解经的传统 形成了很多的传统 耶稣总责备他们 甚至看在他们的眼中 理解当中 持守当中 耶稣犯安息日 什么安息日 解净这个病人 医治病人 安息日允许门徒 搓麦碎吃啊 等等 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这个不尊重律法 从神来的人 怎么可能不遵受律法呢 总之 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原因很多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不可能是神 如果是神的话 他们解决不了 神独一神 这个概念 这个信仰 第二 神怎么能成为人 这个也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他们认为神是灵 纯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